张恶霸当街惩恶 抢夺刘二娘房产 若不严惩 还有没有枉法了 大人冤枉 这张恶霸谁都不抢 偏偏只抢刘二娘 这其中 必有缘由啊 缘由 刘二娘因生活所迫 向张恶霸借债五十两 这就是缘由 律法规定 凡私放钱债及典当财物 取利不得超过三分 年月虽久不过一本一利 我朝历来接待律法关系中 存在一条底线 那就是利息不得超过本金 张恶霸将五十两 力滚力到二百两 那就是取稀过滤 刘二娘无力偿还 张恶霸就要抢夺 刘二娘的房子 那是强盗 以上行为 该判徒刑 留刑或缴刑 春宋师 此言非言 自有刘二娘 自愿卖林郎阁房屋一间 上卖船子衡料和砖瓦 下卖地金 这白纸黑字立的字举 公堂之上 岂容抵赖 对 我朝以律法治国 你们明目讹诈 还敢告上公堂 作为宋师助纣为虐不分好歹 就不怕大人治罪吗 大人 春宋师空口见高丽 我都可不敢应诉 这刘二娘的字举里 何曾指名利滚利 春宋师空口无凭 含血盘人 当堂诬告 自有刘二娘自愿卖林郎阁 所处房产一间 上卖船子横楼 专丸往下卖地金 迪摘二百 你怎么能签这样的字举 你怎么不告诉我啊 不是我签的 是他们逼我的 还不起钱 把你卖了 走 春宋师 你要拉他去哪儿啊 你不能带他走 大人 本朝律法规定 规定了 你蠢脱迷你扰乱宫堂 你也配做宋师 你这辈子也做了宋师 我可以做宋师 我要做宋师 你卖了 小姐 小姐不好了 出事了 老爷被抓了 什么 有人告他 告他 告什么你倒是说话呀 告 遗徒兼淫 佛祖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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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米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不赶紧过来承心跪一跪 这样佛祖 才能多保佑你爹一分 若不是你把老周都派去 给娘家送信 我们也不至于 连个打听消息的人都没有 老太爷押送犯人到岭南去了 这家里连个能鼎视的男人都没有 除了让夫人娘家人出面 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那高素者是谁 人证 物证在哪儿 爹怎么变素的 寿没寿心 结果是什么 你们一概不知 还有心在这儿拜佛啊 佛祖有怪莫怪 有怪莫怪 图米 你爹真是把你惯坏了 就连佛祖你都敢得罪 得罪了又如何 爹都被收奸了 佛祖能保佑爹不受刑罚吗 他是君纪 万一现衙审完了 军终又拖出去打了一顿 那可怎么办呀 那该怎么办呀 你别哭呀 一律 这事得过三堂子 还可以做定论 每堂之间还得隔一日呢 也就是说我们有四日的时间 还有回旋的余地 那就好 那就好 等我娘家人到了 带上银子 去衙门打点打点就 那就更错了 我们是军纪 贿赂可是罪上加罪 小姐 怎么样了 下午已经过了一趟 人证物证俱在 但老爷喊冤 现在收在衙门大牢 不行 我去趟衙门 卧儿 这位是临水楼 新请的货妓锦衣 锦衣 这是我家小姐 真小姐 有劳了 这位是临水楼 多谢 瞧 春小姐 您去过衙门吗 没去过 但我祖父 一直在为衙门做事 我去的话 欧阳主典应该会嫌我吧 锦衣 你那边打听的情况是什么 我听到说啊 告春老爷的是个寡妇 相当的泼辣 我出去打听的时候 也听和审在说 那寡妇的风流逝 她还和我邀功呢 说是她听到消息 才给老周头报的信 夫人才改成套 等一下 不是衙门 差票通知家里的 是和审报信才知道的 这也不对啊 书上的诉讼凌晨 不是这样写的 许是那糊涂县令啊 一贯的作风 那哪儿行啊 这可是天大的冤枉 春小姐 您先别着急 姐 春假呢 现在没有男人在家 何况您还是个 未出阁的姑娘 若要真是附到人家奔走 还是主母徐氏比较合适的 她去了只会哭天喊地 我好歹懂点律法 还是我去比较合适 春小姐 您别劝我了 我已经决定了 我不如劝您 只是去大牢需要打点 您是让钱够吗 您是让钱 馆儿 冠儿 你带够钱吗 再来吧 我这些也不够吧 那个怎么办 那 那 那这个您先拿着印个急 应该够了 那我就不客气了 多谢 谢谢